他初中辍学,但却成为纽约的福建桥岭中英语最好的人。 他曾热衷赌场,但却把尺度拿捏得恰到好处。 他经历过唐人街最混乱的帮派时期,却充分地为我所用。 他还是希拉里的华人竞选顾问和克林顿亲密交谈。 他是冯小刚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素材和场地的提供者。 他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美国福建公所主席郑石干。 郑主席您好,非常荣幸地邀请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郑石干。 我们今天的采访非常地特别,因为我们专注的话题非常地集中, 大概就是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英语,第二个是赌场, 接下来是希拉里,最后一个就是北京人在纽约。 我们先从英语谈起,您是怎么成为英语的这样一类行家的呢? 我们是,我是七八年这个家里面移民过来的。 然后当时的我父亲特别说,我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 我们中文学不好,但是这就必须要呈现地去努力去学习英文。 然后当时我进入的就是很非常非常困难的时期去学好的这个英文。 我们进来的时候,必须要学习两种语言。 第一个语言就是英文,第二个语言还要广东话。 因为我们都是讲国语的,然后这边都是广东人的一个天下,可以这样做。 第一年我们去学习英文的时候,很困难,但是也把铃狗也是放语广东话。 然后一下子两种语言就是好像很孤独,很孤单的时候,一边还要赚钱,洗碗。 是,白天洗碗,晚上学英语。 当时呢,在最困难的时候,学习几句英文,叫自己去找工作。 在读书过程中呢,我们就是集中,不管是数学也好,或者英文也好, 我们英文也读了ESL,还有那个speech,还有那个writing,三个课程呢,我们集中,它每一天都要八个课程。 然后体育啦,一些数学啦,或者物理啦,这些我们很难读得到的。 是,我们有基础的英文就是必须把ESL,然后writing and reading,这三个英文集中在去读书。 然后我们最困难的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已经超过这个年龄读书。 对,不是学英语最好的时候。 我们当时很缴一些工作就是只要英文,英文的,讲英文的地方,不在中国人餐馆里面去工作的。 所以说在这个环境之下,平时的生活英语会讲得很快。 对。 然后逼你要讲这个英文,然后在一年之内人家说三年还没有讲到这种的英文, 因为你讲很重要的,然后在学校里面要读语言的语法,然后去讲英文。 然后在晚上做工的时候,你必须很快的把事情做好, 然后要外观人就是一直在厨房里面,大家聊天,要讲聊天,我们要先虚一点, 叫他说你教我一点英文,他也很高兴。 在这种的语言上,不像在学校里面才读书,是晚上讲, 平时在生活上,工作上也要去读书。 然后一年之后,我们就在读书的,就是考进,没有biningo,就是class, 就是可以直接深入到这个主疗,有一个的class。 然后我们读了四年,当时的高中就毕业了,然后我们觉得年龄还是已经大了。 就是也觉得一点可惜没有进入这个大学课程。 不过已经非常好了,难得。 已经是当时的这个年龄和环境之下,已经现在我们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习英文。 教育要学习。 然后在现在来讲呢,在想起当时呢,我们如果我读到大学毕业,我可以说,相选了四亿人有可能。 但是很多人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去这个去竞选四亿啊,因为我觉得我只是高中毕业,应该说我大学,但是绝不后悔,应该说人生中,学习英文,学习一点东西在这个社会上,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其实刚才讲过了非常艰苦的学习,我们稍微换了一下,就是我们讲一讲吃喝玩乐的事情。 我知道就是在美国呢,像赌场啊,这种是非常好的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跟在中国大陆不同。 我也亲自去玩过大虎鸡,老虎鸡,是不是。 而且听说您当年有非常多的这个赌场的经验,您是怎么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要深陷其中的呢? 我在第一家赌场开始,就是playboy,然后我们就一边就是当时我们做私益行业的,老板就是很到星期六,星期天,希望有一种relax,就是要轻松自己。 然后我们当时就进入了第一家这个playboy,去赌场的时候,大家,我们在赌了25年,在25当中呢,有很多的经验,大家很开心。 因为心态就是必须不要在里面去赚一点钱,而是要enjoy your life,就是要享受自己的人生。 我们带一家里去,然后小孩子也会玩,我们大年也可以玩,但是输的时候,不借钱,到赌场,不借钱,不用赌钱里面的credit拿回来就用。 这样呢,你带多少钱,你输得起,可以走出来,大家也开心。 每一个人都互相赌,大部分都会赌,赌越大的人,可能生意是越大,但是如果你够控制自己,不要吐露到把所有的身家在里面去,就是一个不好的信价,或者说失败的人生。 但是,我们的赌钱,我的赌钱就是控制在几千块,也不少。 不超过一万,就是超过一万,我们输了就走了,就啃离开,不要去说我要把他赢回来,你下一次再来,因为你一想这个翻本,当天翻本,就是不可,很小一个机会。 对,然后你就感觉到,你这一次如果输得太多了,超过你的预算,你就要下一次可能不会享受这一种的一个赌钱雨落这个场地。 我们最近,我们刚刚开了一个云顶,这个对我们华人在,因为他的location,非常近。 去想近,环境也很好,我去赌了一下,我觉得特别百家乐,因为云顶的大酒店,因为百家乐摆得非常多,然后因为很靠近这边,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去玩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太投入进去。 里面的吃也很好,我试过,那个玩了很多,交通也很方便,就是去了只要半个小时。 对,我们在法拉盛的时候,都坐那种华人大巴,五块钱往返的,有的时候还会赠一些券,我真的觉得他们能不能赚到钱呢? 他不是,是这个,我听说这个,是我们福建的开的,这一点因为是一百年,就是已经百年,纽约没有这个赌钱,然后能够开这个抢业,就是我们感到我们中国人去开,或者福建的去开,我觉得这个难得的一个,非常骄傲。 对,而且就是这位大老板呢,姓林,叫做林吴统,而且他的资产最高的时候,达到了220亿美金,可以说是整个亚洲这个商人里面的一个传奇,而且很荣幸的是我们福建人,大老板。 对,你在这边如果不开,也会到其他州去,所以说,如果纽约州有这一种,因为不要把他们这个收入啊,就变成外州的收入。 哦,就是也减轻了我们州政府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收入,然后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呢,福利方面呢,这个很,很有一个,一个被我们老百姓。 因为他税变成低的,然后很多的税叫赌城里面给的,哎,我们就不要交税了嘛。 这个您还懂的。 这个,这个是他们,州政府只要这个收入以后,他把里面的老百姓的税全部关掉。 哦,等于说是赌城造福了我们平时的这个税。 是啊,赌城是这样,因为大家赌都是要赌,不赌也要到外边外州去赌。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好像州长是很支持这个赌城的,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赌,也是大家不要那么太投入了。 然后玩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我还不是那种玩的特别高的,我是玩的特别小气的那种, 因为我唯一去过一次就是云顶嘛,但是只带了就是一块钱。 我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只花了一块钱。 但是最高的时候也达到了一块两毛五,但是觉得太少钱,没有意义去拿出来。 那像我们这样,你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放不开? 那我很享受他们的美食和他们的表演。 是啊,因为他们很多电视啊,这些打南朝这些表演啊。 那赌钱的方式呢,应该百家乐还是最好的。 只要赌钱里面有这个commission,就是抽水,就是commission。 我们赢的机会就要50 and 50. 如果老胡鸡就是,就是我们赢的只要百分之20。 他们收入越多,赌钱收入越多,然后我们输的机会就是越多。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选择在百家乐。 百家乐因为有抽这个commission,他赢的是commission。 如果每一个赌钱是50 and 50,好像21点。 21点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他没有commission。 没有什么,他可能的收入是百分之60到70, 然后我们赌的只要百分之30到40, 这个要percent去算。 然后他要,另一个地方要抽commission的, 就是我们要赢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经验得来。 你还真是个行家,挺有意思的。 而且听说他们是叫什么真牌,真牌的百家乐。 反正我是没有玩过,我只觉得老虎鸡是很容易的。 百家乐是不是很难学啊? 很容易,因为赌钱这个方式, 因为他们创造出了一个机器也好,或者说用手爬也好。 他很容易我们就学到了。 其实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只要认真去看一下, 就觉得这个也不是很懒的事情。 因为纽约州还没有披下来,用手拍那个牌。 它那个比较刺激一点。 但是因为一桌桌,有时候停不下来, 很快可能就申请这个执照,能够用手拍的。 然后我们就更加就是很容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了。 但是现在我看的那个身影很好。 是是是,平时的很多的身影。 很多人感觉到坐里面这个百家乐非常非常的, 很多人就是,你其他地方好像没有这么多人。 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地点好嘛。 他就叫地点好。 是,而且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有很多的演唱会, 马上就有一个黄品源的演唱会,在感恩节附近吧。 那能够,而且他跟其他赌城不一样。 其他赌城都是扮演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 然后搞得眼睛红红的才会看到。 那他这个时间安排的就比较的,比较早一些。 他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也是赌城做生意的, 对哪一爹的观众,是我们福建人。 因为开墙馆以后,他收工才有时间去看这个秀。 我们每一次知道,为什么要到晚上两点钟。 因为我们十一点半,中国人,福建人开的唱馆,已经关门。 关门了以后呢,然后才可以去听歌。 然后所以说,他必须到十一点,十二点。 然后唱歌的时候,必须要唱国语了。 最小要三条到四条歌。 因为这些我们都知道,很清楚。 很哄的香港人过来唱歌,唱的都是广东话。 我说听不懂。 因为做前面的VIP,都是我们福建人。 然后呢,他不唱国语,听了两首歌就跑掉了。 所以说,值班单位说,你必须要唱国语。 所以说,变成香港人过来,必须要唱国语。 不唱国语,这个场面可能前面都走关了。 前面的观众都走关了。 那这边是因为很近,不要开车。 因为这边也不是都是做餐馆的生意。 因为这边有一个人就住在这边了。 福建的移民在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力的消费群体。 其实我刚才在您的口袋里面有看到, 有您跟那个克林顿总统的一个亲密的合照。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其他人可是那种站着的, 就是肩并肩那种看起来很正直。 您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在去交谈的这么一个照片。 06年的时候,我们录了一个主疗社会。 03年开始,我们成立了一个法语选民社会。 然后强政意见,提升我们法人的一个权力。 在十年当中,我们经历过很多, 把华人的地位必须要提高。 我们感受到,我们受到了少数民族, 受到很多的压力。 是的。 很多事情,老百姓被欺负的时候, 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听不到,他也不理你。 成立选民社会以后,也是讲了要之后, 我们开始想到, 我们必须华人要团结起来, 要强政意见。 成立的法语选民社会,把所有的投票, 第一个,要投票的公民。 第二个,我们要憑慌。 要憑慌才要力量。 我们2006年,我们就给康林顿西莱利, 就是一个西莱利中华。 那个时候是十万块。 十万块不少。 十万块不少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只是羌语员。 然后当时呢, 康林顿西莱利为了他夫人, 然后他下来和我们乔女见面。 嗯。 然后这个也是很巧合, 是刚才提到的, 英文很重要。 对。 在乔女当中呢, 英文不够好。 然后我们聊聊天, 他就对着你说了。 对,因为英文比较好。 然后其他人不会英文的, 然后就没办法和你说话。 然后我们他一直跟我们聊天。 对。 然后我们当然, 他因为康林顿总统呢, 比较喜欢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 然后他也支持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 然后我们说也希望我们Chinese food。 哦。 那我们当然聊了, 聊了几下。 然后我们觉得你中国的, 对中国的中美的建造的一个看法。 第二就是对我们很多没有身份的移民改革。 怎么样。 然后当然我们当时呢, 直接就是面对面坐下来谈。 也不是说这样的拍照。 这些我觉得很努力能够和他沟通。 是因为我们会读过书。 如果我当时没有读过这个, 这个好好的英文。 对。 那没办法和他们很难交流。 因为他也不和你谈啊。 如果只是平时学那个英文, 他不和你谈。 没办法。 所以说就在亲密的交谈当中, 他们也是感受到, 我们要这个力量。 然后我们捐款给10万块。 当时是昌议员年内, 2007年的4月角度。 然后他们在要找我, 他说本来要25万, 就是竞选总统, 奥巴马竞选。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可以在9天之内, 就是说同时我们要25万。 25万不少。 金额要25万, 然后就9天之内, 说你能不能做得到。 还有时间的期限。 就是一个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就是整个社团的一个力量, 达到了什么程度。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说, 哦,我们就要做, 答应了。 然后我们内部的福建公所的同仁, 已经就要15万。 我觉得不够, 因为要25万。 然后我们要发一些新闻, 说我们他要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 支持他。 当时我们有一些相亲受害的时候, 他帮我们写信给那个领事馆, 然后叫他这个签证, 这个领导签证过来了。 对,对,对。 然后我说你当时, 为什么我们今天签给你, 是当时你们帮了, 帮了我们。 重视我们完了。 对,对,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当时我们利用了三次的媒体报道, 然后我们后来的, 我们排队进去了。 后来所有的华人都过来了, 然后25万。 超过这个25万, 38万。 是一个历史, 打破的历史, 一个华人冲款最高。 然后当时我们捐了这么多钱, 记得上海是不会。 大家都知道。 说政府没有钱, 没有钱。 奥巴马没有办法去。 奥巴马说我没办法去。 好尴尬。 很尴尬, 然后还没有面子。 但是, 当时要捐款给他的人, 必须发挥这个力量了。 对啊, 我们捐钱给你。 写信给他。 就是说, 当时你承诺我, 是这样这样的。 然后你现在如果不出面, 然后我就对中美的一个, 好像, 关系就是一个破坏。 对。 还要我们, 这个我写信给他的, 还有一个百年会, 也是这种政治冲款, 就是要支持冲款, 支持他的人。 然后大家出面。 然后他批评的, 就乡家, 就资本家, 去做苏博会。 我们, 我们看着, 苏博会这么大的一个, 我们中国国家。 如果美国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国家, 没有去参加, 我们觉得, 这个是非常, 对我们这个, 中国整个这个, 这个, 这个苏博会的一个意义, 有一点, 因为它也是一个, 世界大, 最大, 最大, 最大国, 超国, 你不参加, 然后这个也觉得, 当时我们很多人讲, 这个要力度了, 就是说, 推动这个中美的, 友好的交流, 做出了一定的, 有事实的, 根据的一个估计。 您的这个, 华人的选民协会, 这个力量太重要了, 因为他们看重的, 就是你这个选民的力量, 你捐款, 你投票, 这个就是对他们的, 这有意义的。 我们每一次, 要到这个初选, 或者, 或者普选, 我们都经历的推荐, 不管是支持哪一个人, 他只要就来投票, 就是我们华人的一个力量, 对。 我们华人的力量, 要how much percentage, 这个很重要的, 他票数要多少, 倒是会影响到什么, 哪里, 然后以后的工作, 他会go back to you, 就是说, 你回来, 会回报给你们, 你没有力量, 他肯定会回报你, 你没有力量, 如果因为, 竞选的时候最好, 相加不要太多, 如果太多了, 我们这个, 小数民主教, 没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 悦了, 然后如果接近的时候, 我们就发挥重要力量, 发挥了这个, 他要过来啊, 拉票啊, 拜票啊, 这些都是,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 这个, 关键重要, 他找我们, 我们不需要去找他, 对, 我觉得就是应该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力量, 团结起来, 是是是, 整理一个水平协会, 改变了所有法部的社团的一个, 一个方向, 我觉得我们也是很骄傲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您很神奇的部分, 不单是跟克林顿啊, 还有包括西拉里, 而且您跟很众多的明星, 我有看你们, 好像张伯之啊, 苏友鹏啊, 很多明星, 而且我们马上就要谈到的, 就是当年, 封条刚大导演, 就是拍的一个叫, 北京人在纽约, 可以说家喻户晓, 而且就是说, 听说那个衣厂的情形, 还包括那些员工, 就都是您的当时的衣厂, 对吗? 是啊, 我的朋友, 我就开始开这个衣厂, 这一行业, 那时候很火, 好吧, 那个时候, 唐宁街要六百家工厂, 要三万个工人, 所有移民过来的, 都要女的, 或者男的, 都在里面, 或者偷渡过来, 或者移民过来, 都在这个落叶生根嘛, 要找工作嘛, 大部分都是在衣厂里面, 然后当时的洪小康就过来, 也托一个朋友过来, 我们一桌, 就是吃饭, 聊天, 你是福建人过来的, 然后到底你生活是怎么样, 当时我们就觉得, 我们把这一页的一个工作上, 我们移民过来, 靠的是什么? 当然要靠我们工厂, 然后很多亲戚朋友, 没有过来之前要定位置, 当时是定位置, 就是有没有工作做, 很重要, 然后我们亲戚朋友啊, 就说我过来以后, 我到你的工厂去上班, 我们移民过来, 工作很重要, 因为他英文也不会, 这些都是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 这个没有英文程度, 他没办法, 他只能是这样, 只能在餐馆, 一餐, 然后当时我们把这个, 所有的经历, 冯小康就坐下来谈, 到底我们移民过来的, 不就能到纽约的, 一个经历, 生活上, 事实, 北京人这种的, 其实就是, 福州人在纽约, 这个真实的故事, 然后我们当时, 我们刚才提到了, 赌场呢, 大家也看到了, 然后, 在那个, 制一页, 怎么样老板, 怎么样去赌钱呢, 然后回来了, 然后, 对对对, 有那个王启明那个过程, 好像他输了很多钱, 是吗? 然后我们, 吴建人也, 因为都是当生过来啦, 还有很多爱情真实的故事啊, 这些都是, 我觉得这是, 当时我们体现出一些, 只要一个电影真实, 然后觉得, 有意思就是说, 在中国, 没有看到赌场, 也没有这个, 这种的生活, 怎么样去新移民, 不会英文过来, 怎么样生活下去, 其实大家很害怕, 我到美国去, 我英文也不会, 怎么办, 因为美国都是讲英文的, 然后其实, 我们就给他一个感觉的, 你来到每一个, 另一个地方, 都有当地的一个, 自己的语言, 在这个, 纽约大城大都会, 有一百多个, 不同样的族裔, 都过来了, 大家每一个都要一个方言, 和自己生存的一个地方, 和空间, 所以说, 就觉得, 人家, 在中国人看起来, 这个电影, 哦, 我到那边, 也可以生活, 是不是, 有一点, 也要赌钱, 因为在当中, 没有看到这一点, 要有娱乐方式, 当时的电影就是说, 重点还是这一些, 这个故事, 觉得他爱, 后来还借我们的工人, 然后, 一个人工人给了一百块钱, 不少啊, 那时候一百块还可以, 然后专门拍了, 里面应该讲了女工啊, 还是我们胡州, 里面的工人, 借给他拍, 然后他里面的应该都要讲一些胡州话, 然后我回去到中国, 人家说, 你在美国到底是怎么样, 我说, 美国就是像北京人在纽约那样, 对, 然后这些, 我觉得这个电影给他, 一个中国人来讲了, 感觉到, 到美国去, 没有什么困难, 我觉得这也是生活上, 对, 而且这个电影影响非常, 就是影响到现在, 甚至包括我们的节目, 就像胡州人在那边, 也是受了这部电影, 受了您的影响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在这个胡州人这么多, 胡州人在纽约的这个故事上, 也蛮多的, 特别多, 不只是一个, 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 但是只要你真实去拍一些东西, 就好看, 就好看, 我又听说下个月的话, 我们的美国福建公所, 就要有会庆了是不是, 有多少年的会庆了? 我们要23年, 23岁, 23岁, 已经发展的规模蛮大了, 是等于说在这边, 四大福建社团之一, 之二这样子, 公司的名气大不大, 事情有没有做得多不多, 给老百姓觉得, 觉得, 朝邦们觉得, 乡亲们觉得, 你这个真正会帮到他的时候, 你舒缓大都没用, 我们应该说, 做事情有多少给人家, 好像我们远超节啊, 做了十年, 让老百姓挂灯, 然后这些都是,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乡亲们能够享受到, 我们中国有这种特色的文化, 有文化才能够生存下去, 福建公所成立到23年, 事情做要做得多, 说的可能少一点, 我发现你们很实在, 跟您的作用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事情让人家认同, 福建公所真正会帮乡亲做事情的人,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成立一个会, 不单是一个民事也好, 我们要做事情给人家看, 讲得很好听, 我觉得适时一点, 还是要帮助乡亲, 有困难, 我们捐款, 出钱, 很多人, 我们工作里面说, 其他钱我可能不喜欢捐, 但是有困难了, 他做捐款, 学中送炭的时候, 学中送炭的时候, 好像我们, 汶川地震, 四川地震, 我们福建公所也真的, 差不多六十万, 这么多? 我们是唯一重要的一个摄土之一, 然后我们献出我们每个人的爱心, 那爱祖国的心, 所以说上一次, 是那个, 亚安地震, 我第一时间, 就亲自去, 这个, 捐款, 亲自, 第二天我就去, 我当时就在四川, 所以说我亲自说第二天, 我把所有口袋里面, 一万多, 所有的钱都给, 所有的钱都给, 都给受灾了, 直接交给他, 就是我们觉得, 不要转弯了, 我们已经在那边了, 我们直接开了一个小时, 就是车进去, 蛮感动的, 很近, 然后第二天人家, 哦, 哎呀, 外面华侨, 这个钱呢, 就是拍了一个人三百五百, 就是口袋里面都发光了, 发光为止, 哇, 那个医院里面很多人, 躺在那边, 我们直接交给他, 这也是很好, 这让他们很感动, 所以说, 张敏敏那个歌唱得特别好, 杨中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是, 而且我刚才有看到说, 您可能是在中国大陆, 也有生意, 对吧, 嗯, 也非常祝福我们的福建公所, 生日快乐, 23岁生日快乐, 然后也祝福您的事业, 无论是在美国的事业, 在中国的事业, 都蒸蒸日上, 然后另外更多的就是, 帮我们华人, 去争取更多的利益, 然后发出更多的声音, 去造福更多的, 乡亲百姓和国人吧, 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种呢, 因为做社团呢, 已经我做了十, 真正强域到十年, 我们希望将来的十年, 二十年, 或者一百年, 争取我们华人的权益, 帮助乡亲, 热爱祖国这一种呢, 一些去做, 集体绝绝要把它花养下去, 然后我们就觉得大家都觉得, 佛人大家都开心, 是不是? 好的, 好的, 行,非常感谢您。 很快乐...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